他本是配角,金庸却越写越精彩 索性让他躋身主角,造就经典剧作 主角无疑是作者拿来吸引读者的拿手好菜 不过,倘若犹如现代爽文一般 一味让主角一家独大的话 这样的小说久读之下,未免让人感觉千篇一律 反观金庸,他就非常擅长塑造配角 在初读金庸小说的时候,你若没有看到最后 根本不知道主角会是谁 好比一天屠龙记,在一天的开篇 金庸耗费大量的笔墨描写19岁的郭湘 如何闯荡江湖,就在读者们以为 郭湘会是以天主角之计,金庸却大笔一挥 又详细描写了张翠山邂逅音速速 勇闯冰火岛的传奇故事 直到以天屠龙记写了一半 炼成九阳神功的张无忌姗姗姗来迟 不过张翠山和音速速的精彩故事 依旧让读者们回味无穷 为以天屠龙记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看《笑傲江湖》出读此书的时候 是不是以为林平之才是书中主角 毕竟金庸将他描写得细致入微 加之林平之俊美聪明,见义勇为 这显然符合主角的特征 可谁能想得到 林狐冲才是笑傲江湖的主角 而抱了血海深仇的的林平之 却继续堕落成魔 让读者们看了不惊感慨万千 就样看来主角就是主角 似乎无法被配角所取代 但金庸笔下却有这么一位人物 他被金庸定义为配角 结果他的故事越写越顺,越写越有看点 最后竟积身成了主角 在写完射雕三部曲之后 金庸更是才思全勇 他趁热打铁 又拟写了一部 以北宋为蓝图的武侠巨作《天龙八部》 细看过《天龙八部》的读者会知道 相对于之前的作品 天龙时代所展现的武功更加玄幻神奇 出现了大量隔空商人 有志无形的神功 与此同时 天龙八部的故事主线也更加耐人寻味 有着友情接念 无人不渊的主旨 不过你可能没有注意到 天龙八部共有三位主角 他们的故事能各自为证 也能串联在一起 连成一个完整的故事 段玉无一是金庸 在《天龙八部》里 耗费最多笔墨的主角 他为了躲避练功 离家出走 却又为了红颜一笑 苦练神功 的确 早在天龙的开篇 段玉就以一个书呆子的形象登场 他屡屡邂逅其遇 连成了北冥神功 宁波威部和六脉神剑三大神功 为了引起神仙姐姐 王雨嫣的注意 段玉竟施展神功 在江湖里大显身手 看得读者们嘖嘖称奇 拍案叫绝 随着段玉在江湖里展露头角 此时又有一位主角 横空出世 他就是弃吞山河 有情有义的肖峰 相比于段玉的为情所困 肖峰则是心系天下 为国为民 在藏经阁一役中 肖峰言辞拒绝了 慕容博开出的条件 他不愿为了自己的血海深仇 让辽宋两国的百姓 身处水深火热之中 在天龙的末尾 肖峰挟持了耶律宏击 逼退了十万铁骑 让辽宋避免了一场血腥屠杀 可肖峰最后却选择拾起断剑 插进自己的胸膛 随后又被阿子抱着 坠入了深不见底的悬崖 肖峰如此悲壮的人生 让我们看得去脉奋章 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尽管肖峰的剧情篇幅 远不如段玉 但金庸却借着肖峰这个角色 让天龙八部从江湖恩怨 升华到了为国为民 读者们也对肖峰这个角色 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谁又能预料得到 天龙八部居然还有第三个主角 他就是小和尚虚竹 虚竹原本被金庸设定为配角 可这个配角竟脱颖而出 与段玉 肖峰一起跻身为主角 成就了一部经典武侠剧作 原来金庸挑选主角一般有个套路 要么像段玉那样英俊聪明 要么像肖峰那般为国为民 不过金庸曾说过 一个作者不应该总是重复以往的风格 加之天龙八部的剧情纵横交错 金庸另辟蹊径之下 又创出了第三个主角 虚竹 于是读者们会看到 虚竹木讷呆笨相貌丑陋 可他却在机缘巧合之下 得了乌雅子 李秋水 天山同老的功力 又和西夏公主孟姑 在冰窖里有过三碗的雨水之欢 没过多久 虚竹就牵着孟姑的手 走上了飘渺风 出任了灵鹫宫公主之位 灵鹫宫九天九步 吸纳了成千上万名女子 单单梅兰竹菊四女 已是年轻貌美 魅力非凡 如果金庸继续写下去 虚竹岂不是成了 坐庸后宫家历三千的小皇帝了吗 尽管金庸对虚竹只是点到为止 但读者们仍会浮想连天 幻想虚竹以后的幸福生活 然而虚竹的作用 本事物打物撞破了真龙棋菊 朱段玉走进小木屋 成为乌雅子的传人 你可以试想一下 段玉从小痴迷 琴其书画 由他破解真龙棋菊 不是更应该顺理成章 此外 段玉庆恰好就是段玉的亲生父亲 由段玉庆继续指引段玉破局 不也是合情合理吗 还值得一提的是 段玉早在天龙的开篇 就走进了狼环浮动 他对着神仙姐姐 磕了一千个响头 俨然就是逍遥派的传人 让段玉这个逍遥派传人 接过乌雅子的掌门班纸 继而出任灵鹫公公主 也更加水到渠成 至于冰窖里的孟姑 自然原是段玉的菜 等于说 更加精彩绝伦 但笔者认为这样的改动 只会适得其反 原来段玉代表的是富家公子 小枫则是顶天立地的铁血男儿 而虚竹唯唯诺诺逆来顺受 但他的善良却带来了回报 通过虚竹这个角色 奴者们也明白了一个道理 只要光明磊落 只要乐于助人 又奔又丑之人 也有飞上之头 变凤凰的一天 这正是天龙八部 第三个主角的魅力之处